真的是对而且关键什么还真挺能忙活的 哎没出界这球没出界好球 中间来传过去了又是个单刀球 判断处理第二个如此简单就击穿了河南建业的防守 约哈玛丽迅速的完成了梅卡尔杜 开场经济十分钟场上比分就变成了2比0 约哈玛丽今天是多多少少找到了一点虐菜的感觉 防守完全打不起精神来 这个估计是不是一会还得再看一看那个比较 他这个回传这一下啊 嗯就是而且人员的位置就像您讲 他这个中间保护啊你看这个三个人防俩 你看都是把人丢的哦这个是不是有点 对可能约位啊对 这球传得很讲究没错 向回特别的转恰到好处的到了约哈玛丽的脚下 关键这一下顶防磕招吧 他这个光想着使劲了啊没看球 太简单了 这是真是太简单了 跟上一次的进球很相似的一点就是约哈玛丽在处理球的时候身边没有受到一丝一袍的干扰 对 甚至防守队员的喘息声可能都传不进对玛丽的耳朵里 我们看刚才那一下传球的有点有点是有越位的嫌疑的 哎 我再次强调我们新赛季的这个越位的吹彩其实是有了一些变化就是在传球队员最后一下接触球的时候就算是做在那一瞬间去看是不是越位 而不是在出球的一瞬间 对 这一段应该右边屏幕应该没已经没什么关系了啊还是在之前 跟这有什么关系啊这跟这确实没有关系怎么还在 角度不对啊还反复给这个 要给一个横切面啊对 不是他他这是不是回放镜头出问题了他这每一个镜头都是无用的镜头都不足以去 判断这球是不是越位感觉字幕机卡住了是不是字幕机这个回放机器卡住了是不是 是反复是这一段 傅明那边耳麦应该给到信息应该不是这一段肯定不是这一段啊 你看这个所以说还在想其实做判断并不难只要刚才我们那针给到就OK了就是这针123这一下 然后画条线嗯这个黑线的话对吧 你看深浅线应该是有效果位我个人是觉得有点我也这球会稍稍叹一点对我也觉得有点 有效不畏 这个啊他回放这个是说这个是不是防守络员 触碰皮球这一下导致了皮球的变现 嗯嗯嗯从而去采气认为 对这个但是我感觉呢 但这个肯定越位得力 应该对对对是的 我是不是他要去看一看自己 呃今年的对于越位来说呢就除了就是判断出球的一瞬间还是接触球的一瞬间 是有了一个越位吹材的改变之外 那么另外一个改变就是在越位得力的这个位置上 在越位得力的位置上 是不是算了算了应该是算了吧 就是咱们接着解释啊 就在越位得力所谓越位得力就是你越位队员 在越位的位置上对于防守络员有任何的干扰 也被视作是越位